好,秘密书房,只有在我的书房里面,大家呢,才能看到这么多的丰富的资料的展示。如果在摄影棚里面,就非常的不方便。 我首先呢,请大家看我收到的一个礼物。我父亲呢,过去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做学生。那时候的国文学系啊,就是现在的中文系。 我父亲在1920年进了北京大学,就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,民国九年。 跟他同班的同学有一位啊,叫做王兆民先生。王兆民先生,后来跟着国民党这个政权跑来跑去。 可是呢,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。王兆民先生因为跟我父亲同学,所以呢,我们来台湾,跟王兆民先生有关系。 因为呢,他们呢,他们到了台湾以后,他们是立法委员,比较方便,先到了台湾,然后呢,又帮忙我们,也到了台湾。 那时候,我父亲在台湾第一中学教国文,而这个资格的取得,需要到教育部啊,那些教育厅啊,去排队,登记的。 那个时候呢,我们还在上海,由王兆民先生亲自排队,帮我父亲取得了,在台湾教中学国文的资格。 所以呢,我们到台湾来,能够安定下来,必须感谢我父亲的这位同学,王兆民先生。 王兆民先生,他不但是我父亲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,他还是我父亲母亲结婚的时候的伴郎。 还有一个身份,他是我母亲的老师,我母亲呢,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,他是我母亲的老师。 老师,跟我们家的关系很近,他的大女儿从大陆回来,带给我一件礼物。 这件礼物呢,就是现在我身边的这个陶瓷座的像。 这个呢,在大陆呢,是很难得的一个礼物,就是这个像。 这个像呢,就是大陆的著名的被捧为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和好多好多家的鲁迅。 就是这个像。 他特别带来送给我。 带来送给我呢,还带来一句话。 说他的侄女啊,就是大家都知道的。 叫做王妃。 他跟王妃见了面。 王妃,撅着嘴,气力地跟他说。 李奥现在喜欢莫文蔚了。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,他传给我。 我说,赶紧写我的天明送几本书啊,再送给王妃。 他比较见怪。 鲁迅是什么人? 鲁迅就是我父亲在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。 也是啊,王妃的祖父,王兆明先生的老师。 我父亲呢,曾经跟我回忆鲁迅当时在上课的情况。 他上课以后啊,要发考卷的时候。 他怎么样发? 拿了一手的空白的考卷。 我对他一丢,往下面的学生都在那里啊。 他从你面前这么一丢,考卷散开了。 每人捡一张。 鲁迅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他的学生。 是这样子的傲慢,这样子的无礼。 大家想不到吧? 他的确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尖酸,很刻薄的这么一个人。 鲁迅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。 今天我在这里谈鲁迅。 在辈分上,他是我的蔡老师。 我曾经在台湾呢,印了一部书。 这是我父亲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 里面有几段呢,提到他的老师啊,鲁迅。 鲁迅,他虽然在辈分上是我的蔡老师。 可是啊,今天我在我的节目里面, 对他的批评啊,拿出证据来, 应该是很公道的批评。 我很巧很早就想啊,做这么一个专计。 谈谈鲁迅。 为什么? 因为鲁迅呢,在中国被错误的定位。 由于政治的原因, 把他错误的定位。 我举个例子啊,给大家看。 今天,中华人民共和国, 对鲁迅的捧。 捧到什么程度呢? 捧到了,就近乎啊。 反而鲁迅,都是表示最优秀的, 这一个,这一点上来捧他。 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。 什么原因? 鲁迅,鲁迅没有那样的伟大。 鲁迅的作品也没有那样好。 当然,鲁迅写的《阿Q正传》是很好的作品。 鲁迅写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这些书是很好的作品。 可是,鲁迅其他的一些作品,绝大部分都不好。 大家在我面前看到这些,就是鲁迅拳击。 这个拳击,跟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, 印出来的鲁迅拳击是不能比的。 后来印出来的,版本很好,很考究。 可是,我前面的这些最原始的鲁迅拳击, 我展示给大家看。 告诉大家什么呢? 就是,最早的鲁迅这些书,我们拿起来看呢,精彩的部分并不多。 并且,他们是以那个时代的人,算是写作很多的一个人。 这些鲁迅拳击跟我李敖大拳击比起来,是不能比的。 我们随便看一本书,他的页嘛,印得舒舒落落。 就是,他的一页,一页字很少耶,他的一页字很少。 我那说的一页都六百多字,他的一页字都很少的。 我们可以看到,这么话说呢,他的写作量,完全不能跟李敖来比的。 所以他们这种拳击啊,事实上呢,在我李敖眼睛看起来, 并不是很了不起的,也量也不是很多的。 所以呢,他们叫鲁迅拳击,我李敖就叫做李敖大拳击。 有人在问我,说怎么摆个拳击加个大字叫什么? 我说你们没有学问。 我终于去点击加密码。 感谢观看